因为计划生育 在中国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 从2000年开始就有人开始呼吁了 那么十几年下来 它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 我们现在看到2016年2015年 甚至2017年公布了一些资料 大致有两个数据是明确的 第一 未成年的人口 大概在17% 60岁以上的人口 大概在16% 那么也就意味着 无法纳税的人群 大概占全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数据呢 是2050年左右 6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5亿 人类历史上除了战争因素以外 没有进入后工业国家 就率先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中国应该是独树一帜的 这个问题呢 随着这个二胎化 好像有了一些环节 或者说 舆论上 不是很重视它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这个数据 其实这个数据呢 它是参加水分的 我们知道第六次人口普查 预测 中国的实际人口 大概在13.8亿人 那么其中汉族呢 是12亿多一点 少数民族 大概是1.3亿 全国老龄化的这个比例 如果说你要把汉族作为主体人口 再细化一下 其实前面公布的 这两个数据就开始出现偏差 总体而言 曾经实行的计划生育 就是一胎化 它主要是针对 汉族 尤其是针对 城乡 容易被监控到的这些居民 就是飞龙人口 我们知道统计局公布的 有工作的 大概是7亿多 那么依附于国营这个团体 或者说容易被监控的 公务员队伍 三公队伍 事业单位成员 工况企业 乃至依附于国营经济的 这部分人口 他在执行这个一胎化的 这个政策的时候 相对来说 是比较严的 针对少数民族 几乎放开了 计划生育政策 即便有 也不可能得到控制 那么农村 尤其是一些边远的村寨 即便是汉族 在执行 计划生育的过程中 都是有一些反复的 更不用说 活跃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 两亿多三亿的 这个 农民工这个群体 所以计划生育呢 它导致了一个问题 汉族作为主体民族 尤其是 城市里面的汉人 他的生育率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低的 原本中国受过教育的 这个人群 就不是很多 那么 经过良好的 基本教育 也就是大学毕业的 这个人群 基本上 都被执政者 囊括在国营经济中 整个计划生育的过程中 他们是属于受监控 最严密的人群 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 不仅存在老龄化的问题 而且存在一个 国民受教育程度 相对倾施的问题 城镇居民 他们有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 他们现在出现的是少子化 而且因为长久以来的计划生育政治 导致了很多失毒人群 那么这个社会呢 它在不断地前进 我们几十年前 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叫过劳死 来自于非常勤奋的日本 这两年 我们又看到日本 飘洋过海 传过来另外一个 叫孤独死 其实在中国 已经开始出现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 人与人之间 亲情的泯灭 狂躁的社会中 过度地追求经济成功的人 他往往对亲情 都看得很淡薄 因为他们要鼓足勇气 利用一切可以上升的通道 去获得自己人生的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必然要舍弃掉 亲情对他们的记忆 全社会呢 基本上现在都属于那种 笑评不笑仓 把成功 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你跟他们谈亲情 就有点多余了 我们在很多状况下 都会听到一个词 叫舍得 近几十年来 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舍弃 中华民族 忧久的道德传统 甚至舍弃了 法律这条底线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的 皇权社会里面 官员遇到父母亲 过世是要去丁优的 那么汉朝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 叫举孝年 一直到清朝 还传说中 皇帝还举办过千首宴 中国传统社会呢 一直秉承着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这个传统的观念 现在几乎看不见 八十多岁被送进看守所的 异议分子不是一个两个 把自己的亲生父母赶出家门 在老人过世以后 分家产的过程中 出现在法庭上 兄妹相争财产 轴力大打出手 这都不是一见两见 那么全社会呢 就蔓延着这么一种 急功近利 把这个精情 囊括在自己怀中 被称为平民的成功 孝敬老人 已经成为一种 很稀罕的品格了 经过独生子女 这个政策过来的 这么一群人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叫八零和 他们几乎没有兄弟姐妹 但是他们要供养的人 却很多 双方都是独生子女 他们结成家庭以后 他们要供养的长辈 就会更多 整个社会 在一种畸形的环境中发展 其实这跟人口红利 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甚至到最后 可能连 进入战争状态 都会很困难 因为蓝丁很少 尤其是城市的 这个当兵的群体 他们大多数 都是独生子女 一个战士的牺牲 极有可能就是 几个家庭的毁灭 这种情况 今后 至少在短时期内 我们看不到改变 东北呢 是中国的老工业区 东北的国营企业 相对多一点 计划声誉 在他们那儿的执行 也得到了贯彩 所以现在东北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它留不住年轻人 本来年轻人就很少 那么东北经济停滞了以后 青年人都希望南下 本地留不住人 留不住青年 那么你靠 营发经济来拉动社会吗 你靠什么人来搞创新呢 这些问题 已经很严苛的摆在了 人民的面积 口号即便在聊聊 这个问题都已经回避不了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在大多数国家 人类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 类似于中国现在的状况 老年人在增加 轻壮脸 负重 很厉害 轻脸 要扛起 许多家庭的责任 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国际社会 正在对我们观赏打 中国在人口结构上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憾 更不用说 在婚育年龄中 还存在着 因为B超所导致的 三千万以上 过剩的男青年 经济极有可能 走入 内循环 对外部世界的交易 将变得越来越少 我们能够出口的工业产品 并不多 抛开我们 长久以来 操作的这些组装 加工业 中国只能出口一些 初加工的产品 农业就更不用谈了 因为空气 土壤 水的问题 重金属 沉积的问题 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海产品出口 水产品出口 几乎 要被断绝 短时间内 中国还能利用 手上仅有的一些外汇 库存的黄金 或者桥名桥汇 一些特殊的矿产 在国际社会中 换取一部分外汇 维持中国对粮食的进口 从长远来看 这些问题 两三年内都会爆发 对外贸易获得不了 大众的粮食进口 对内 我们现有的耕地 不足以养活中国人 如果想要扩张 中国又没有 可以迅速进入 战争状态的轻壮量 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 它就变得很明确 几乎是无路可走 不防止 跟其他人一个混音 对内容 对内容 不防止 一百分之好 最后洗冷写 很明显